朋友们好 我是老夏 已经从阿里中县回来十多二十天了 十多天了应该是 这段时间的话修车视频没怎么拍 修了一些老素人的车 还有一部分是自家油和自媒体的车 因为大家都不吃太熟的话 有的我都没有去拍了 包括之前有一个河北的吗 山东的河北的一个开房车的一个大姐 他的那个水帮我找不见就没跟他修 跟他做了一个保养 还有一个诗语 诗语也是做自媒体的 他们开的那个麦瑞宝 2.0的也跟他做了一个保养 他们也是做自媒体 当时我们都没有拍视频 他们拍了我 还有就是有几个也是做自媒体的 我也是跟他们这段时间都是在修他们自驾油 一些朋友的车 今天早上也是搞了一个保养 搞了两个了 昨天我前几天还修了那个小刚载旅途嘛 他们是那个新玉团队的嘛 新玉去旅行那个开房车那个东北女孩子 他的那个车子的话说真的没有修理夹子了 他一路就是修着过来的 他是那个奔腾B70 他这是变速箱出问题了 电工也说了 然后问了修自动变速箱的 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修自动变速箱 花不来了在那里修的话 时间至少三五天到一周时间 而且费用非常大 修下来的话大几千 那个车子就管嘛 也就是一万八块钱的车 你说再修过那么多钱有什么意义啊 肯定就将就开回家换车吧 说句实话 嗯 等两天呢在那上呢 反正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 有俗人修车也好 这家有的修车也好 打电话给我 联系安排时间嘛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在外边玩 因为我也是喜欢在外边去玩 怎么说呢 开着车子就到处跑了 在这 坦克300也出来了 小文哥了 所以说没事带他们出去转一下 包括灰子也给带他们出去转一下 那它的夏天已经开始到了 就是这段时间的话还是非常舒服的 穿的少和多都没做大关系的 白天的话可以就这样穿 晚上的话再穿件外衣就可以了 嗯 火锅的车子已经到了那扎了 然后你们要想知道火锅什么车的话 过两天火锅会拍视频给你们看 在我这里我也不会透露什么东西的 9点也在那扎了 9点的车的话我跟他试了一下 中火性能各方面还是比较可以的 说句实话 这位公路旅行车的话 还是可以那款车 1.5T的嘛 毕竟呢说 那天去爬米穹日式的话 没爬上去也很正常 他是变速箱高温的 这个也不奇怪 然后应该是前天吧 他去拍那个流浪口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南环路上 他的那个镇压器管子冲掉了 其实那也是小事情 他的镇压器管子应该是那个爆裤没有卡紧 然后忽然家大有门的时候 那里面空气压力真大 把它冲脱了之后 我也去顺水就把它接上了 那个没什么关系的 那就是小事情 好像有的人就认为这个东西 说质量怎么样不怎么样 这当中肯定是也是 作为厂家来去判断的话 他可能应该是有质量问题 作为观众来说 那这就是小事 其实这不是什么态度 但是对一点都不懂车的人来说的话 那就是个大事情 他不知道什么问题 对不对 对我们凶色的来说 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问题 因为他一打招呼一家有门 那嘘 直接那个声音大得很 我就知道他是漏气 应该是镇压器管子掉了 因为九点再说他砰一声听见 他以为是装着什么东西了 结果开过来看 检测到那个东西 然后就跟他处理完了就好了 反正我也不吹不嗨 那款车子的话 作为公路旅行车 很多功能还是比较齐全的 比较可以 要说动力的话 也还算行吧 就说镇压介入的话是没问题的 你要说爬米雄日式那个坡的话 那你们在视频里面也看得见 你们去收那个油麦邮寄那个视频 他是拍了一个完整的 爬那个米雄日式 整个的状况的路况 包括那个所有的车辆爬上去 他就拍了到 一个坦克300 有的一个浪迪 有他的星途 还有就是九点的车 还有一个就是三下没有爬上去的那个车 他也拍了到 不知道是个什么车 应该是个SUV 但是他就爬不上去 但是这个我估计的是驾驶技术问题 你们看视频里面应该看得见 我的视频也有 九点的视频也有 然后那个油麦邮寄的视频里面是最完整的 他有15分钟的长视频 已经8万次播放量了 今天发的 他那个视频的话拍得非常好 你全程都解释了这些车辆的各方面的性能爬了个坡 各方面的使用性能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去说什么车好什么车坏 这个东西车的话就要使用于自己就是最好的 对吧 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今天晚上火锅他们到哪里了 火锅周周 还有一个50米里的电车 几个朋友到哪里了可能今天晚上要聚一下 嗯 然后我也跟惠子姑娘打电话了 叫他今天晚上一起聚一下 因为火锅来着 嗯 我们大家聚一下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广告正义圈 我们的一个粉丝朋友 他今天也到那上 叫我跟他保养了一下车 他的轮胎坏了换了一条胎 嗯 他今天晚上也想见见我们这些朋友们 大家都一起聚一下吧 我们这些朋友可能有七八个人 到时候看能够拍视频就拍一下视频 或者开一下直播跟大家了解一下吧 嗯 可能火锅今天晚上到的话 大约是在十点钟左右估计才到 因为先前打电话的时候在那个公布江达 他们几个主要是周周开的慢 嗯 行吧 到了我们再说吧 今天本来是要陪九点去转一圈的 但是九点也有事情 他今天要去趟机场 可能你们不知道他去机场去干什么 但是这个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透露一下 因为去机场的话 他是九点的女儿过来了 还有九点的母亲过来了 他去机场 他去机场接他们 嗯 接他们在那里玩一下嘛 就是说 他们过来的时间的话可能比较晚 十点钟去了 到那里 因为他们第一次过来 害怕有高反 我也建议他们 我说 你把他们接上的话 先去酒店里面住下来 对不对 先干净好住下来 然后缓一下 看明天有没有什么高反 啊 我们再做下一步打算 要不然的话 来了就 如果说就到处跑的话 或者说熬夜的话 可能有的人的话高反 适应不过来的话 会变严重 毕竟一个小孩子 一个老年人 对吧 所以说过两天 再看他们有什么安排吧 因为 好吧 朋友们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